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卡岸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這是馬賽克英雄 好那旭哥今天來分享啊 這個遊戲最佛系最強的玩法 30秒搞定啊 30秒就可以輕鬆搞定所有的事情 讓大家可以最輕鬆的玩 這遊戲最多禮包馬 以及詳細兌換教學 最爽的福利最爽的攻略 最新的禮包馬都在這一集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馬 禮品馬 對話馬 遊戲的虛寶學好 獨家最新 那旭哥有設置這個旭哥手遊攻略的 這個馬賽克英雄專區 這邊有各種馬賽克英雄的攻略 都放在這邊 各種最新的福利攻略轉蛋 好那這次大改版呢 多了一個非常棒的功能啊 有了這個功能呢 所有的玩家都可以輕鬆的放置玩啊 最強的佛系的玩法 好那這個應該是要等級達到一定程度吧 那左下角會出現一個小助手 那小助手有兩個就是一個是快捷 然後一個是功能 那功能這邊記得要好好去設定 那快捷他就是會幫你把每天要解任務 像是 抽星之召喚啊 光之召喚啊 好友啊 然後跨服去幫你按讚啊 然後這個角鬥場幫你這個一鍵膜拜 那跨服一樣就是一鍵膜拜 然後還可以這個頂尖對決幫你去打一下跨服 可以拿一下這個資源 還有這個眾生之塔每天幫你領支援 還有這個免費幫你點金 就是免費的他都會幫你點這樣 非常方便 還有這個進行這個密鈴召喚 那在140等的時候還會解鎖 每天幫你就是去抽一下聖武這樣 免費的聖武 那目前還沒有 那就要自己去手動 這個功能算是非常棒 因為有時候解這個每日任務就好像是 會有一種厭代感 就是每天都要解嘛 那他這個方式就很像玩三國之幻想大陸 不是有那個刺兔小助理嗎 一樣就是會幫你解這個 所以他就是幫你全部都拿完了 像是密鈴召喚啊 像是眾生之塔這些獎勵 然後金幣的獎勵 那金幣序哥剛剛已經點過了 所以他就可以一次幫你全部搞定這樣 非常方便 那接下來功能這邊 有這個神域花園 那旭哥建議啊 大家這個設定的話呢 就是通通把它設定到最多這樣 原本是零啦 他就只會幫你用這個免費 那旭哥是覺得這個 玩到後期的話 尤其是佛系玩家 這個400鑽一定要花 所以就是 紫蘿蘭花園把它設定成兩次 花100鑽 然後黃金月桂樹一樣設定兩次 花100鑽 然後靈魂 這個玫瑰海 這個一樣花兩次 然後醉玉黑百合呢 一樣花兩次這樣 因為後面有這個像是魔能碎片啊 像是 五星角的碎片啊 所以這個多花幾次買是OK的 非常划算 花個400鑽 然後來收取這些所有的資源是非常 不錯的 等於是說總共每個都可以拿四次這樣 兩次免費這樣 兩次付費的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大家記得一定要把這個 全部設定成100鑽喔 這樣就是可以拿到最多的資源 把這個 資源最大化 佛系資源最大化 那栽惡之種他會自動幫你挑戰嘛 那公會一樣 建議大家都是把他設定到四次 就是最原本是零次啦 那俱哥建議是把他設定到四次 因為這個公會啊 會有這個解任務的問題 然後也可以拿到資源的問題 然後還可以提升公會的等級啊 各方面所以建議大家都把他設滿 然後還有這個 龍岩礦麥 設滿 這樣要設設的 好 看到這個巨乳妹子 我們就把他設好設滿就對了 這個口訣記得看到巨乳妹 設好設滿 好 所以這個遊戲助手呢 我們都把他設好設滿 然後這樣執行 他就會消耗600鑽 然後順便幫我們解任務這樣 然後去解像是災惡之種啊 然後公會啊 欸等一下 去淨差一下 我順便來淨差 大家都選誰 看一下 都選戰力高的是不是 好啦 那就隨便選一個 然後這個一件公會挑戰啊 一件龍岩挖礦這邊 大家注意一下 這個龍岩挖礦會有一個小bug 就是 他會沒有去拿這樣 所以你還必須要自己再跑去拿 好 所以這個獎勵都可以領到 接下來就是每日的任務的這個 就可以順便一起解掉 就是大多數都可以透過這樣來解 算是非常方便 那有一個小bug就是這個 龍岩礦麥呢 他不會自己去幫你拿那個 每天可以拿免費抽嘛 他不會自己幫你拿 所以你必須要 手動去拿這樣 這算是一個小bug 其他好像都還好 好 好那每週我旭哥是大概都抽個50抽啦 那你要抽60抽 就抽整數抽 60抽啊 70抽都可以這樣 那50抽是剛好100鑽嘛 60抽有這個魔能碎片 就看你要抽多少 因為這個無課大概抽到50抽 就是差不多一個極限 好大概是這樣 那你可以花鑽石去買這個 接下來就是 神域這個你也必須要手動 沒有適合搶的就是去戰魔法學院啦 大概都這樣 這個這兩個是必須要手動 然後角鬥場也是必須要手動啊 大致上是這樣 所以大家就記得吧 還有這個無盡之海的這些 福利也必須要自己手動去拿 他只是幫你刷 但是像這個 災厄之種啊 這個必須要手動去拿 然後地層地墊的 你也必須要手動去按這樣 還是有些是要手動的 所以 還是沒有到很方便 就是有些還你還是必須要自己手動 然後像是星海騎航 這個你還是必須要自己去掃蕩這樣 然後 失落儀基尼也必須要自己去打 這個 拿金色神裝這個 這個必須要自己去打 所以他大概就是幫你省了 大概一半的時間吧 那有些你還是必須要自己去做這樣 好 所以這個最佛系的玩法 這個資源最大化 最快速啊 最有CP值 最高效率的方式 就分享給大家了 好 旭哥來分享這遊戲最新最全 最多組的禮包碼 還有詳細的兌換教學 那我們首先點畫面左上角的人頭 點進來之後呢 我們點畫面右下角的兌換碼 接下來在畫面中間呢 再輸入這個4ZM 7KP 4ZM 7KP 不同窯子姓花村 7個字 按鈴取 這個哇 這次好棒啊 有688鑽耶 爽啊 再加上30個永珍占星石 這個是新的 還有這個 任務重置評證 以及經驗值 WACKYBOYS69 WACKYBOYS69 接下來按鈴取 HERO666 接下來按鈴取 MY0104 接下來按鈴取 YT0104 接下來按鈴取 K70104 接下來按鈴取 BRIGHT0104 接下來按鈴取 YTWHERO 再按鈴取 好 輸入N1WFUN 再按鈴取 好 輸入N1WSTART 再按鈴取 好 輸入PIXEL HERO 再按鈴取 好 新玩家呢 記得領這個1024抽 每天登錄呢 最多可以領到1000多抽啊 這個福利 接下來呢 滑到最右邊 右上角滑到最右邊 一個邀請碼 那新玩家可以輸入 續個邀請碼 3691 D6AFC 0AC 3691 D6 AFC 0AC 那新玩家輸入的話呢 你可以拿到五星角 還有大量的鑽石 那福利的最右邊呢 選項多了一個回歸有禮 就是你假如是60幾勝玩家 然後你曾經這個沒有玩 接下來回來玩的話 你可以輸入這個禮包嘛 那輸入這個召喚碼呢 3691 D6 AFC 0AC 這個旭哥的召喚碼 3691 D6 AFC 0AC 可以領到很多獎勵 像是可以領到 神話自選啊 然後都是兄弟啊 兄弟乾杯星賺 這些很多活躍的獎勵 都可以領取像是鑽石啊 然後像是介石轉彈券 大量的獎勵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邊輸入 好那今天攻略的這個分享 就到這邊了 那記得訂閱旭哥的頻道 看旭哥手遊攻略 各種最新的禮包碼 禮品碼 兌換碼 遊戲的虛擬寶 需要 都在頻道 那我們下一集 攻略見